蓝西辰最后以他出门历练,肯定会让有心人有所动作的说法,得到了出门历练的批准。 倒不是蓝启仁不想让他出门历练,而是他怕蓝西辰这个时候出去会遭到那些人的埋伏。 虽然云深不知处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,但是在云深不知处,他们至少知道有心人不敢轻易动手啊。 这要是出去了,万一有心人动手害了蓝西辰,在标上一个页列出了意外,或者嫁祸到其他人身上怎么办? 得知了自家兄长和兄嫂的事情以后,蓝启仁是真的一点万一都不想尝试。 要不是蓝西辰坚持,赤染又保证能帮他下一个让别人认不出来他的法术,估计蓝启仁也不会松口。 最后,赤染不止给蓝西辰辨的他亲弟弟亲叔父都认不出来,还瞒着蓝西辰给他下了好几个保命的术法。 废话,那是亲伯父,当然得护着了。 不过不能告诉他,不然的话历练的目的就达不到了。 西辰,要小心啊,蓝启仁在云深不知处的门口叹着气说道。 这孩子,虽然蓝启仁绝对历练是好事,但是担心还是担心。 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出远门,至少要三个月,不能用朔月和裂冰这种一眼就能暴露身份的武器,甚至连家袍都不能穿,灵力都要少用,怎么能让他不担心? 哎,兄长,蓝旺鸡也不适应,但是他也知道这可能是必须的。 但是这也不等于他真的想让他去。 在他的意识里,每次他出门,不管原因,回来的时候哥哥都会等着他。 蓝旺鸡没想到送一个人去做一些相对来说危险的事情的时候,心里竟然会这么的不安。 蓝旺鸡,等我回来。蓝旺鸡笑道,等我回来,好好地保护你。 所以你想做什么,就去做吧。 兄长会做,不,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。 蓝旺鸡看着蓝旺鸡脸上的不安和不舍,猛地把他拉进怀里,拍了拍的他的后背,照顾好自己。 他轻声地说了一声,在他眼里,蓝旺鸡需要做的事情不比他的历练安全。 魏公子,请你照顾好旺鸡。 大哥不嫌弃的话,叫我无限吧。 魏无限说道, 大哥,你就放心地把蓝湛交给我吧。 别的保证不了,但是我的武力值那绝对不是吹的。 蓝西辰无奈地笑了,魏无限这一点倒没有夸大自己。 能契约赤染这样的人,能十五岁就把怨气理解到没人能达到的地步。 能自创福禄还能研究聂家刀灵的人,怎么可能弱呢? 不得不说,有这样一个人在蓝旺鸡身边,蓝西辰也能安心一点。 叔父,蓝西辰向蓝旗鸡行礼。 西辰去了。 哎,要小心啊,蓝旗鸡只能重复这句话,看着蓝西辰越走越远。 蓝湛,魏无限握住蓝旺鸡的手。 大哥会没事的。 可是,放心吧。 魏无限笑着瞄了赤染一眼。 咱们的小染,不可能不准备后招。 爹爹,你小看我了。 赤染嘟嘟嘴。 我明明是后招,后后招,后后后招,后后后招,都准备好了。 哈哈哈哈,我们的小染儿真厉害。 在魏无限的笑声,赤然赌气地抱怨。 和蓝旗仁的无奈之中,蓝旺鸡感觉他的心眉那么沉了。 这样,也挺好。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,在蓝旗仁成功踏出彩翼镇的时候,他停下了。 跟了我这么久,你是不是该出来了? 蓝旗仁转过身去,对着空气笑了笑。 嗯,小染儿。 伯父你好敏感哦。 赤染的身形一点点出现。 你是怎么注意到我的? 嗯,你要是不想让我发现,我肯定发现不了你。 蓝旗沉诚实地说道。 所以,小染儿想要告诉我什么? 他摸了摸赤染的头。 到底有什么事不能在叔父和望姬面前说的? 嘻嘻,伯父好聪明哦。 赤染笑嘻嘻地看着他,但是他的笑却在下一秒突然变得略微黑化。 伯父,如果我告诉你, 蓝家那样的未来,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呢。 只是因为你,任人不清,而导致的呢。 虽然这其中的恩恩怨怨谁也说不清, 但是伯父你,却是在最中央的人呢。 伯父会怎么做? 听完赤染说的话,蓝旗沉整个人都是崩溃的。 他不敢相信,自己会被一个人忽悠到那种程度。 啊!蓝旗沉抱着头跪到了地上。 他害了大哥,他害了他弟弟,他害了他弟弟的心上人。 他怎么会?他怎么可以? 不得不说,如果这是回溯前的蓝旗沉,他可能不会这么崩溃。 不,他会在心里崩溃,他不会表现出来。 但是现在的蓝旗沉,没有经过摄日之争的喜华。 心里没那么坚定,也没有经过13年苦苦地看着他弟弟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心, 然后被那一个有心人安慰。 现在的金光瑶、孟瑶,不管他是什么人,都在蓝旗沉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。 让蓝旗沉崩溃的,只有他间接性地害死了聂明爵,伤害了蓝旺姬, 和带着蓝家人傻乎乎地当刀石,围剿了他的地序。 赤染看着明显有些承受不了的蓝旗沉,叹了口气说, 伯父,现在这一切还没发生。 父亲身上没有戒鞭痕,爹爹还活着,蓝家已经开始秘密地改变了。 而聂明爵,聂大哥,也还活着。 他的刀,还是我偷回来的,伯父还记得吗? 还活着,蓝旗沉颤抖地重复道。 对,赤染拍了拍蓝旗沉的肩膀,还活着,还来得及,对。 蓝旗沉深吸了几口气,慢慢地平静了下来。 这些话,对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孩子,终究还是极端了些,但是却还不得不说。 赤染是知道的,蓝旗沉在蓝旺姬心里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, 但是,如果蓝旗沉走上了错路,相信了错的人,那受伤的就是两个人了。 啊,不,是四个人都会受伤。 所以伯父,赤染萌萌地笑了一下。 你现在想怎么做? 我,蓝旗沉好好地考虑了一下。 我想去历练。 他最后还是说, 如果我不去体验这些,不去看看这世界怎么样,不去了解一下人心有多么可怕,我一辈子都不能保护对我重要的人。 我是蓝氏少宗主,未来的蓝氏宗主,在我的地位,我不可能只碰到一个金光瑶。 这世上有一个金光瑶,就肯定会有第二个。 金光瑶只是人心的一种体现,如果蓝旗沉只能认清这一种人心的话,那未来蓝是不会走得很远,他的弟弟和地序也只会再被算计,再次受到伤害。 蓝旗沉必须要改变,好在的是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 好吧。 赤染奶生奶气地回答道, 伯父身上的幻术只能维持三个月哦,所以三个月以后伯父就必须回云深不知处了。 三个月,足够了。 在赤染的眼里,蓝旗沉也属于气韵之子。 没人规定一个世界里的气韵之子只有一个,气韵之子指的是一群可能改变世界的人。 当然在这个世界里,在风暴的最中央的是魏无羡没错。 但是风眼的周围总会有那些各个阶段为他铺路,保护他,帮助他的人。 也就是说,魏无羡身边的蓝旺基,蓝西沉,聂淮桑,甚至是吸他血的江家人,金光瑶,和以后才会出来的薛阳,小星辰,都是意义上的气韵之子。 只不过这个世界太低级,先门太过腐败,人心道德三观,一个个都太低,导致了有些人的改变而已。 所以,作为气韵之子的蓝西沉,他不可能一辈子傻下去。 还有,虽然已经说过一遍了,但是赤染一定要再提醒伯父一遍。 赤染伸出一只肉乎乎的手指,严肃地提醒道, 赤染的幻术只能改变伯父的外表和气质,灵力什么的是改变不了的。 所以,伯父能不有灵力,一定不要用,蓝氏心法修来的灵力是很有辨识度的。 伯父的朔月,裂兵也不能用。 朔月不用说,是明鉴,但是音律之类的法术比较少见, 而且大部分人都认为跟蓝氏有关。 如果伯父想要历练成功的话,那就必须要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。 好,蓝西沉答应了。 伯父会记住的。 嗯。 然而,蓝西沉犹豫了一下,还是问道, 那个金光瑶,现在在哪? 不管蓝西沉这么问是出于什么想法,赤染还是告诉他了。 在云梦。 他原来是在云梦里的云平, 但是几年前,我利用他一次,也给了他一次改变的机会。 他有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,有没有改变,赤染就不知道了。 赤染俏皮地吐了吐舌头。 他有没有搬家,赤染也不知道。 但是他现在,肯定还在云梦。 伯父记住了。 蓝西沉摸了摸他的头,小染也该回去了。 蓝西沉现在并没有决定他要做什么。 是要去看一看这份孽缘,还是完全地避开,他还没想好。 但是三个月足够他好好地成长一番,也许那个时候,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现在还早。 是要去看一看这份孽缘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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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孽缘。